身穿白色襯衫 黑長褲的無性清潔工 在彰化雲林這處國宅齊樓掃地 一名穿藍上衣的男子走到齊樓旁抽煙 抽完煙 他將煙地丟出去 清潔工看到男子丟煙地 上前勸導不要亂丟 結果 男子什麼話都沒說 就抽上去 將清潔工打倒在地 清潔工摔倒 男子還將清潔工轉過來翻身繼續打 不停朝頭部上半身揮拳 清潔工被打的當下 這名穿白上衣的先生立刻衝上去阻止 對方才停手 而清潔工被打後家屬報案 警方將打人的藍衣男子通知盜案 說明沒想到清潔工身體越來越不舒服 被送醫治療 六月底病逝 那就是情緒失控 那我們就是也有查看 就是監視器 確實是有徒手殴打的情勢 那那個無性被害人他的傷勢 原來就是擊中在臉部還有胸部的部分 男一男子被警方一傷害罪 移送地檢偵辦 事發後 清潔工的同事說 清潔工工作認真是好好先生 卻因為勸導不要亂丟煙地就被殴打 都不敢相信又害怕 國宅管理員無奈表示 打人的藍衣男子不是國宅住戶 當時出手阻止的正義哥 也不住在國宅 只是路過 棋樓是開放空間 無法管理人員進出 發生清潔工勸導被打的事件 只能希望民眾多點功德心 也提醒清潔人員 別勸導了 把煙地掃起來就好 華視新聞 宣傳紅年輝 謝忠義 彰化報導